快看,这个女人竟然一改往日的淑女形象 在大街上和一只大狗纠缠 甚至还脱下了自己的高跟鞋 看上去真是拼尽了全力 然而路边聚集的人越来越多 却始终没有人愿意出手帮忙 真是太离谱了 在两个小时之前 视频中的女人还十分淡定地走在大马路上 在她的怀里还有一只看上去十分傲娇的泰迪狗 要知道,对于女人来说 泰迪就像是自己的亲儿子一般 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话了 久而久之泰迪的性格也变得和主人越来越像 甚至开始目中无人 到处惹是生非 然而此时的女人还不知道 自己的狗儿子即将遭遇狗生中的滑铁路 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却和自己脱不开干系 此时的女人正带着自己的狗儿子嚣张地走在路上 然而迎面走来了一个同样牵着狗的美女 不过与之不同的是 这位美女牵着的狗可是十分凶猛的大型犬 美女看着拦路的女人 还以为对方想和自己谈谈一下养狗的心得 于是便十分友善地停了下来 奈何泰迪主人根本看不上这种家养犬 认为除了自己狗儿子之外的狗全都是屠狗 此时的她用高高在上的眼神打量着大狗 甚至还流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直言这种屠狗就不该被人养着 听上去实在是有些欠揍 嚣张女人带狗儿子找茬 本以为对方会忍气吞声 没想到今天却踢到铁板了 不仅没有逃到好处 反而差点害死了狗儿子 这主人真是太不负责任了 不得不说 现在的情况用狗杖人士这个词语真是太合适了 泰迪狗看着自己的主人如此嚣张 也开始有样学样 甚至还直接挑衅起了对面的大狗 生怕自己死得不够快 看着自己的狗儿子如此嚣张 女人不仅没有制止 反而还十分骄傲 感觉自家泰迪实在是太厉害了 面对凶猛的大狗竟然也丝毫不害怕 此时泰迪主人已经骄傲得不行 感觉自己的狗儿子太给自己长脸了 此时大狗的主人也看出对方并没有什么善意 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选择 他还是不想起正面冲突 然而正当他们准备离开的时候 泰迪主人又开始不依不饶了 嚣张女人看着对方根本不搭理自己 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 他解开了泰迪脖子上的狗绳 而泰迪看到大狗退让 还以为对方怕了自己 在获得了自由之后 竟然直接对着大狗咬了一口 此时的大狗也是忍无可忍 不过看在主人的面子上 他还是没有轻举妄动 大狗主人本以为自己的退让 能够换来相安无事的结局 没想到对方却如此过分 他终于决定不再忍耐 伸手解开了大狗的狗绳 既然对方如此嚣张 那就不要怪他不客气了 泰迪不知天高地厚 竟然主动攻击大狗 本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厉害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大狗咬穿了肚皮 泰迪主人这下才知道着急了 直接脱了鞋子加入了战斗 奈何此事已经为时已晚 泰迪怕是凶多吉少了 大狗看着主人给自己解开了绳子 他瞬间就明白了主人的意思 面对不停挑衅的泰迪 大狗终于不再忍让 直接一口咬在了他的身上 此时的泰迪才终于意识到了实力的差距 身体上的疼痛让他控制不住的嗷嗷大叫起来 不过就算他如何挣扎 都没办法从大狗的嘴里逃脱 如果继续这样下去 泰迪可能真的凶多吉少了 泰迪主人看着眼前的情况 瞬间有些不知所措 他从来没想到大狗竟然真的敢反击 此时的他十分慌乱 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 直接脱下了高跟鞋 开始帮助自己的狗儿子 他们闹出的动静越来越大 周围也聚集了不少路人 但大部分人都知道 女人一开始嚣张的嘴脸 所以现在没有一个人愿意帮他 真是太悲催了 十几分钟之后 大狗终于心满意足地送来了泰迪的身体 跟着主人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原地 此时的泰迪已经变得奄奄一息了 就算是送去了医院也很难活下去 要是知道会落得这样的下场 也不知道他一开始还会不会那么嚣张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快看 视频中的两只熊狮 竟然被母狮打得连连败退 甚至毫无还手之力 这对于熊狮来说 实在是太丢人了 也不知道母狮到底怎么想的 竟然敢对熊狮大打出手 真是太离谱了 这两只流浪熊狮从小就被赶出了狮群 为了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自然界活下去 他们顺理成章地组成了流浪兄弟 作为两只没有地位没有配偶的熊狮 他们从小就立志一定要当上狮王 把所有的母狮都占为己有 经过几年的磨练 此时的熊狮兄弟已经拥有了不凡的实力 经过了精挑细选之后 两兄弟终于选定了一个狮群 二话不说就对狮王下了战书 为了保险起见 熊狮兄弟选择了一个年老的狮王 这样一来获胜的概率将会大大提升 老狮王已经不再年轻 应对流浪熊狮的时候 也有些力不从心 很快他就放弃了抵抗 把自己狮王的位置让了出去 熊狮兄弟十分开心 这件事情比他们想象的还要顺利 此时的兄弟俩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 直接冲进了狮群中 准备享受一下和母狮亲近的感受 然而母狮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热情 反而还露出了十分凶猛的表情 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看来熊狮兄弟想要被母狮接纳 并没有那么容易 熊狮兄弟打败狮王 成功霸占了所有母狮 没想到母狮们奋起反抗 竟然直接把熊狮兄弟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真是太凶猛了 熊狮兄弟彻底颜面扫地了 作为熊狮竟然遭受到如此吃辱 也不知道他们还能不能一雪前吃 熊狮兄弟无论如何也没想到 自己没有败在狮王手里 竟然被一群母狮打得落花流水 实在是太丢人了 如果这事情传出去 他们肯定会被人嘲笑 不过事已至此 现在的他们只能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找到帮手之后再回来报仇 尽管母狮们已经接受了老狮王被打败的消息 不过他们知道 新狮王上位之后必然容不下市群中的幼崽们 为了保护孩子 他们才回出此下策 看来母爱实在是太伟大了 不过母狮们也没想到 熊狮兄弟竟然真的被他们打跑了 此时的他们还以为自己获得了绝对的自由 不由地开心起来 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却让他们怎么都笑不出来了 熊狮兄弟不停地发出嘶吼声 似乎是在通知什么消息 没过多久 四周就出现了四只熊狮侄子 原来他们是熊狮兄弟叫来的帮手 他们就不信了 六只熊狮还拿不下一群小小的母狮吗 这四只熊狮侄子很快就明白了事情的始末 他们毫不犹豫地跟上了熊狮兄弟 准备去帮他们复仇 熊狮兄弟打不过就叫外援 联手自己的大侄子 把母狮打得落花流水 被迫接纳他们成为了新狮王 母狮们彻底服了 母狮们也没有想到 这群熊狮竟然还会杀回来 甚至还叫了帮手 真是太小心眼了 要说两只熊狮还能够勉强应付 就只熊狮加在一起的威力实在是太大了 搞得母狮们毫无还手之力 很快就被打得心服口服了 熊狮兄弟又开始嘚瑟了 忤逆自己的都没有什么好下场 好在母狮们还比较有眼力见 没有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不过熊狮兄弟并没有就此罢手 毕竟狮群中的熊狮幼崽可是他们潜在的威胁 只要幼崽们一直生活在狮群里 母狮就没办法发情 所以此时熊狮兄弟能做的事情 就是趁早除掉这些幼崽 这样一来才能够早日生下带有自己基因的后代 母狮们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得死伤的伤 心里真是太痛苦了 不过他们并没有开口说话的机会 即便是他们在反抗 也无法改变这样的结局 虽然熊狮兄弟的这种做法有些残忍 不过在自然界中也是十分正常的 熊狮兄弟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目标 自此之后就能够顺理成章地坐上狮王的位置 不过狮王只有一个 究竟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不过可以知道的是 他们之间必然会再打一场 昔日兄弟化身最强对手 这场面实在是太刺激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真是太离谱了 这只恶犬竟然对着一只水牛大打出手 没想到作为受害者的水牛主人 竟然还帮着恶犬拉偏价 勤勤恳恳一辈子的老水牛彻底绝望了 看来主人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了 这只水牛此时正慢悠悠地走在路上 它的年纪已经非常大了 尽管勤勤恳恳给主人工作了一辈子 但今天依旧避免不了被卖掉的命运 虽然老水牛十分难过 但也坦然接受了这样的结果 此时的老水牛已经被主人带到了大街上 正准备寻找一个合适的卖家 然而下一秒意外却发生了 一只狗子突然从路边冲了出来 看见老水牛之后变得更兴奋了 甚至直接扑了上去 对着老水牛又撕又扯 等到众人回过神采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 而眼前的狗子并不是常见的储物狗 竟然是一只以凶猛著称的猎性群 吓得一旁的路人连连后退 生怕自己被狗咬上一口 水牛老老实实过了一辈子 根本没有发过脾气 此时被恶犬欺负 还是下意识地想躲避 奈何恶犬根本没有打算放过他 依旧追在水牛的屁股后面撕咬 此时老水牛的身体上已经布满了伤口 本以为水牛主人能够及时出手制止 没想到他不仅没有阻止恶犬 甚至还不停地扯着缰绳 不让水牛到处乱跑 真是太过分了 恶犬实在是目中无人 竟然大庭广众之下欺负老水牛 真是太过分了 没想到水牛主人却不出手阻止 甚至还拉偏价 彻底含了老水牛的心 实在是有些离谱 水牛的躲避并没有让恶犬停止他的行为 反而郁佳得寸进尺 继续发起了攻击 水牛并不想和恶犬起正面冲 所以他一直在不停地躲避 然而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 自己的主人不停地拉着自己的缰绳 这下好了 老水牛想躲都躲不过去 只能强忍着身体上的痛苦 恶犬的攻击固然痛苦 但主人的偏心却更让他难以接受 要知道 从事情发生到现在 自己一下都没有还手 但主人却依旧担心恶犬受伤 不顾自己的痛苦一直拉偏价 一旁的路人们都看不下去 纷纷上前阻止恶犬的行为 而水牛的主人却依旧不为所谓 依旧坚持控制着水牛的行为 老水牛的主人实在是不想惹事 原本想把水牛卖出去 现在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如果真把恶犬打伤了 又得赔钱又得道歉 到时候把水牛卖了都堵不上这个烂摊子 秉持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选择 他只能不停地控制老水牛的行为 殊不知此时的老水牛已经彻底心寒了 自己勤勤恳恳一辈子 到老竟然还要受这样的委屈 他决定一定要为自己活一次 终于不再忍受 挣脱了缰绳 就准备给恶犬一点名字看看 老水牛被恶犬挑衅 实在是忍无可忍 直接把恶犬顶飞 原本还十分嚣张的恶霸犬瞬间怂了 真是吃硬不吃软 老水牛顾不上身体上的疼痛 用尽全身的力气挣脱了主人的控制 虽然他脾气好 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会一直忍耐下去 此时的水牛已经调整好了自己的方向 直接顶飞了冲过来的恶霸犬 没想到老水牛竟然会突然反击 恶犬丝毫没有准备 竟然直接飞了出去 水牛主人彻底呆了 也不知道接下来要赔多少钱 恶犬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这让他感觉太没有面子了 于是便迅速调整了状态 再次站起来朝着老水牛冲了过去 有了第一次便会有第二次 老水牛毫不留情地顶了上去 恶犬再次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虽然恶犬的性情凶猛 但是水牛的体型如此庞大 真的打起来恶犬未必能够占到便宜 或许是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恶犬没有继续进攻 而是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个是非之地 水牛主人彻底无奈了 自己只是想卖个水牛 却遇到了这样的事情 不过事已至此 今天怕是卖不出去吧 只能带着老水牛返回了家中 虽然老水牛也受了不少伤 不过他难得为自己拼了一回 心情还是非常不错的 况且这件事情他并没有做错 就算是最后依旧会被卖掉 他也没有遗憾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对此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